水浒段中著名的血溅鸳鸯楼的段落 将以不同于以往的深刻重新再现 而在此后对武松一生的大总结中 鲍鹏山副教授为什么会出人意料地说 武松的一生就是匪夷所思的虎头狗尾 而武松最终的结局是在战争中丢掉了一条胳膊 什么鲍鹏山副教授反而说这是武松的圆满 在鲍鹏山副教授对武松一生与众不同的评价中 为您讲述鲍鹏山新说水浒 武松系列大结局之虎头狗尾 上一讲鲍鹏山副教授对于大宋王朝的上上下下 世大人心 在经过一番入木三分的分析之后 把大宋王朝的统治阶层说成是一个更大的黑社会 武松在这样黑暗的社会中别无权的 只好再一次开始 他凭借个人力量的复仇行动 《水浒传》中著名的血剑鸳鸯楼段落 也将以不同于尼王的深度再度斩限 而在此后武松一路逃亡 也见识地走向他人生的结局 宝鹏山副教授在对武松这一生的评说中 却让人匪夷所思地说出了 武松的一生就是一个虎头狗尾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吗 而许多熟悉《水浒传》的人都知道 武松最后的人生归宿是在战争中丢掉了他胳膊 可鲍鹏山副教授却反而说这是武松的原本 在他对武松这一生与众不同的评价中 为您讲述 鲍鹏山新说水浒 武松系列大结局之虎头狗尾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 武松在非云谱连杀四人 两个工人加上两个蒋门神的徒弟 可是赖武松知道这四个人呢都不过是受人指使 真正的想陷害他的人 他的真正的仇人来是张都界张团念和蒋门神 这三个人不杀掉 他肯定是不甘心的 于是他带上了一把破刀 一把妖刀 转身回城来了 本来他是逃犯啊 杀了人应该逃跑在队啊 可是他要报仇啊 意高胆大嘛 他又回来了 我们知道武松原来就是在张都界家里面出入的人 他是路径非常非常熟悉 所以回城来了以后啊 他从马厩里面先进入张都界的家里面 先杀了一个马夫 然后就直接的往 这个鸳鸯楼来 那个徒弟不是告诉他了吗 对吧 那三个人都在鸳鸯楼上吗 在鸳鸯楼的楼下 厨房里面杀掉了两个 发现他的丫鬟 然后他就直接的拐到鸳鸯楼来了 捏手捏绝的 顺着鸳鸯楼的这个楼梯就往上面走 在他从楼梯往上走的时候 他就能听得到上面来三个人正在兴高采烈的谈话 谈什么呢 当然是谈如何杀武松的事 他首先听到的是蒋门神的话 蒋门神对着张都界是感谢不已 称赞不了 一口一声的说 亏了相公与小人报了冤仇 小人再当重重的要报答文相 再当 以前我已经给你送过很多钱了 没关系 等我送杀了以后 我再给你送很多很多 这是蒋门神的话 然后是张都界自然要答应了 张都界说 我也是因为看着我的兄弟张团念的份上 如果不是他让我来做 谁干这种事呢 你虽然是花了一点钱 不过也安排的武松好 想必此时此刻武松已经被杀了吧 张团念马上就结下去了 这四个人对付他 一个有什么对付不了 再有几条命也没了 这是张团念的话 三个人都说了 然后蒋门神接着说 我已经吩咐我的徒弟了 让他们就在非音谱下手 杀完了人以后 马上回来报告 这些话都听在武松的阿多里 我们可以想一想 武松听到这三个人在这样杀他的事 他是多么的愤怒 心头的无名夜火高三千丈 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了 冲破了青天 大宋的王朝已经没有青天了 然后右手就吃着刀 左手插开五指抢入楼中 一到楼上一看 三五指的灯烛银黄 那个蜡烛三五指的很高很大的蜡烛点着 还有一脸处月光从窗口射进来 所以楼上非常非常的明亮 看得清清楚楚 不光他把这三个人看清楚了 这三个人一下子一抬头 把武松也看清楚了 那你可以想一想 这三个人一抬头看到武松 手里拉着刀 三个人一下子五脏六腹都提到了嗓子以外了 武松也不会让他们有太多惊恐的时间 首先武松迎面就一刀下垂就把蒋门绳砍散了 回过时又是一刀 连脖子戴耳根又把张都见给砍散了 那么张团人也知道今天肯定是走不掉了 只能拼了 拉起一把椅子就扔过来 武松一手就接住了 顺势一推 张团人就倒在地上 武松走上去又是一刀 我在想到水火站杀人的时候我都讲的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免得讲的太血淋淋的 我们下面还有小朋友 看小说 那你可以看得更血腥 转瞬之间 这三个歹徒就化为难科一梦 武松杀人也是手脚很利索 金生探在这一回的前面 一个回前的总品上面有一大段的议论 我们把这段议论我们来看一看 他讲得非常好 他说张都见张团人讲门神这三个人被杀 真是一个好好后悔的一件事情 要好好地痛悔一番 为什么呢 当他们受益两个工人在路上杀害武松 并且又派两个徒弟去帮着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一定是会很殷勤地问这两个徒弟 你们有刀吗 那两个徒弟肯定会答说 有刀 那两个徒弟肯定会接着拥问 你们的刀好吗 那两个徒弟说 我们带的都是好刀 他们肯定还不放心 那你们的刀有没有好好的磨一磨啊 这两个徒弟说 我们已经磨了 磨得很快 他们可能还不放心 你刀的磨得快了 这个刀能杀掉武松吗 这两个徒弟一定会说 岂止杀一个武松啊 再杀十四五个人也没有关系 也杀得了 在走之前 这三个人一定会是这么样的殷勤卑质地盯住这两个徒弟 带上刀 带上好刀 带上心魔的快刀 带上一口气能杀十几个人的刀 务必斩尽杀绝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那金人杀下面写到啊 他们三个人一定会认为这一把刀 跨而往 智而出 飞而起 匹亚洛 跨了这把刀就去了 手上一抽就出来了 飞而起 手一扬 刀就起来了 匹亚洛 一刀就下去了 武松之头断 武松之血洒 武松的头断了 武松的血洒了 武松之命绝 武松之冤霸 武松的命绝了 武松也就成冤千载了 一定会是这样 等到把武松杀了以后 这个小徒弟一定是怎么样呢 对这把刀怎么样呢 试之 这个试 擦试擦试 刀上有血嘛 擦一擦 然后嘛 好好的欣赏这把刀 再试之 然后插之 插到刀销里面 然后悬之 悬挂在腰上 然后登一扬扬的 回来请宫了 等到回来以后 这把刀也一定会被大家传官 大家对来看一看 哎呀 这把刀真是好刀 我送的脑袋就被这把刀杀掉的 大家一定都回来看 然后甚至嘛 还要在这个刀上撒上一点酒 来祭奠他 他说这个时候啊 如果这个事态真的是这样发展 天下之大 万家之众啊 那么多的人 也没有这三个人更快活了 可是 就像我们上一讲 你们所讲到的一样 人心很险恶 但是天道很公平 天道往还 金生态下面接着写道 这一把刀 去的时候 从前门去的 回来的时候 就从后门回来了 去的时候 这一把刀还姓张 回来的时候 这一把刀 姓武辣 而且 就在这一天之内 十九个人 亲自用自己的脑袋 用自己的脖子 来试一试 这一把刀 是否真的很快 金生态的这一段 议论啊 我们说真的有的时候 写出一种 多了这一段 你就很恐惧啊 就在当我们处心 极力要害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天功在上 人心唯为 道心唯为 谁知道这把刀 最终会杀谁 我金生态 为这三个人 叹戏 我呢 我特别要为 张都健 惋戏 金生态 对于 蒋门神 张团恋 以及张都健 下手的感叹 千百年来 一代又一代的 读者 读到这里 也同样 有了一番 天道在上的感叹 但是此时 暴风向到 对于张都健 竟然有了一种惋戏 这个人心险恶的张都健 有什么惋惜之处呢 因为武松本来是他手上的牌 他不但没有利用好这一个牌 反而 却用武松来杀自己 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对待武松的 宋江在财静那个地方 第一次见到武松 他是在夜里面 灯光还不是很亮 但是 这个宋江 就已经 看出来武松 是一个英雄好汉 他看到武松一表人才 眉宇之间 阴气薄伐 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大英雄 是一个好汉 马上心中就对他爱惜不已 很快 就刻意的跟武松套近乎 给他买衣服穿 给他送银子 武松走的时候 弟兄两个人一路把他送得很远 感动了武松 于是武松和他结拜为兄弟 这是识人的人 懂得什么样的人是很可宝贵的 这是宋江 那宋江不就不说了 这个人是太高了 对吧 拿张都见给宋江 比嘛 是有点围栏 围栏他了 但是我们来看看 下面还有张青 武松和两个工人 到了张青的店里面 去被孙阿良麻烦了 张青回来 一看到武松这个样子 他就知道 这种人只能为有 不能为敌 于是就好好的招待武松 殷勤备质的来伺候武松 最终俩人化干戈为玉帛 又结为兄弟 张青境界不算高了 还有境界更低的 施恩 施恩一见到武松 他也知道武松这个人 很可宝贵 所以他结以恩义 感恩以恩情 施以恩惠 这种感动武松 也和武松结为兄弟 我们说把你张都见和宋江 比有一点围栏你 因为宋江境界确实比你高得太多 但是把你和施恩比 你总是能比得上的吧 连施恩都知道武松这样的人 是一个很可宝贵的人才 是很值得尊敬的人 是很值得结交的人 可是你张都见 你有这样的机会 你有这样的优势 而且武松对你真的是感恩戴德 愿意干老徒弟来报答你 你竟然在张团恋和武松之间 选择了那么一个啊啊咋咋的张团恋 反而选择了与武松为敌 最终让武松把自己赏了 所以我们说小人总是很聪明 小人在很多时候比君子还要聪明 这是没有问题 但是小人总是没有境界 小人很聪明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小人很得志 但是小人没有境界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小人永远做不成大事 张都见就是一个点心的例子 我从此时此刻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所以我们当然也欣然了 接受了这个建议 为了让他能够在一路上 混过各种各样的关口 张庆夫妻就利用他们以前 杀掉的一个头徒的衣食等物 把武松打扮成了一个头徒 做了一个行者 武松穿上这个头徒的衣服 戴上这个头徒留下的脸把戒刀 摇摇摆摆的就走了 张庆和斯安兰在后面一看 这个风度 这个气质 这个走路的举手偷租 还真像一个头徒 真像一个行者 从此 武松的行者的角色就这么定型了 那么当天夜里面 武松经过了一个地方叫吴公岭 他夜里面上了这么一个山 上了这个吴公岭 他就突然看到一处分安里面 有一个道士 搂着一个妇女 在赏乐 说说笑笑 高高兴兴 这二少年没什么问题 我们到时候可以娶媳妇的 他跟和尚不一样的 但是武松我们知道他心理上有毛病 他自从他的嫂子潘杰林之后 他只要看到男女亲热 他就受不了 此时此刻他也是露从心上起 恶向胆别生 马上就把连把戒刀就拔出来了 看了一看 在月光下面看看 刀都闪闪发亮 他说真是好刀 刀到了我手上去 还没杀过人 还没有发誓 今天好 就用这个鸟盗人 我就用他的头来开刀 他就是敲门 道士一听到有人敲门 马上把窗子就关上了 也有点作贼心虚 武松就拉着 这个石头就扎门 正在扎 侧手一个小门 压的一声打开了 走出一个小盗童来 小盗童就大喝一声 你是什么人 半夜三更的 怎么敢去打别人的门 武松一看是一个小盗童 双眼一瞪 原真怪眼 大喝了一声 我就先用这个鸟盗童来祭道 一个小盗童毫无防备 武松又是那么样口无有力 只听着真的一声 道童的头就滚落到一边 人还站了半天才倒下去 太残忍了一点 这个时候 道士也冒火了 谁敢杀过道童 双手拉着两把刀就出来了 于是跟武松在月光之下 一来一往 一去一回 拼斗了十余个回合 那结果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 又是一声响 这个鸟盗似的头又滚落到一边 然后武松 大叫了一声 把你的婆娘出来 我不杀你 只问你一个缘故 到这个时候 人都杀了 还在问人家缘故 这太混账了 武松确实有很混账的时候 你把人杀了 你还问人家缘故 你问完缘故再杀呀 真该杀 你再杀呀 那么这个安你的婆娘 当然也就吓死了 赶紧出来跟武松说 这个道人确实不是一个好道人 这个林叫吴公林 那这个道人就自好 飞天吴公 王道人 选择做了很多坏事 包括把这一个女子的一家人都谋害了 然后强占了这个女子 而这个道童呢 也是他从别人地方抢劫来的 努力来的 我们说万幸的是 这一个道人是杀地了 但是不幸的是 这一个道童是杀错了 你即使这个道人杀地了 你也应该先问民缘故再杀呀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啊 武松逐渐的就显示出他一些不可爱的地方来了 梁山好汉呢 特别讲究所谓的蓝女之大坊 就蓝女之间啊 这种这种关系啊 这种感情呢 梁山好汉都是很鄙视的 只要看到一种蓝女之事 他就抖身道德之心 一定要清洁世道 只要有蓝女在一块 那就肯定是坏人 肯定是狗蓝女 所以事实上我们又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思想越是单纯的人 文化水平越是低的人 思维水平越是低的人 往往他的道德意识反而特别强 特别倾向于从道德的角度给别人贴标签 对别人下判断 这小孩看电影 总是问一下 这好人还是坏人 大人一般不这么问 也是这个道理 梁山正好是什么样子呢 梁山108个人里面 我们说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极少 整体的思维的水平也相当的低 所以他们为人处事 往往只是凭借非常淳朴的道德直觉 更糟糕的在哪里 这好与坏 却有往往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原则 你比如说 浩瑟 在梁山好汉看来 这是一个好汉的最大的弱点 双枪将董平 董平可以说是水火一白零八将里面 品行最恶劣的一个 他为了强占他的同事 陈泰手的女儿 投降梁山之后 骗陈泰手开了门 然后他直接跑到陈泰手家里面 把陈泰手一家老小杀得干干净净 只留下这一个女儿 供他发泄授欲 但是这样的人在梁山里面竟然排到什么位置呢 排到了天刚新第十五位 所以梁山好汉 我们一般讲的就动不动就是梁山好汉 梁山里面有很多不是好汉 有很多赖汉 如果在上梁山之前 像董平这样的 如果碰到鲁之生 鲁之生肯定怎么样 要跟他拼命的 肯定要请他藏上拳头的 可是呢 董平上了梁山之后变成了兄弟了 于是大家就不讲是非了 只讲兄弟了 所以我说梁山好汉有意气 无是非啊 梁山一百零八将 在我们许多人过去的印象中 都是响当当的好汉 但鲁蓬山老师对于梁山好汉的这一番与众不同的评价 反倒让我们看到一群更加真实的草莽英雄 但此时此刻 亡命天涯的武松 在他的逃亡之路上 还将遇到怎样的意外呢 杀了非天无公王道人之后 武松继续赶路 这个时候已经十一月份了 他杀了张都静是十月十五号 在张青的家里面又待了一段时间 现在已经十一月份了 天很冷 百方嘛 武松走进了一个小村落的一个小酒寺 到了个酒店住下来以后 就喊了个酒店的主人 店主人家先打两脚酒来 肉也买一些来吃 这个店家就告诉他 酒是有的 肉全没有了 卖完了 那武松就说了 那你先就拉一点酒来 急碗酒下肚之后 又被冷风一吹 那武松就更加要吃的了 可是了 这个店主人家就一再告诉他 肉卖完了 没有肉卖了 武松就几次三番 要主人家拉肉给他吃 店主人就几次三番 跟他解释 今天我的肉卖完了 确实没有肉了 正在这个时候 外面走进来一条大汉 还带着三四个人 这个大汉 那显然和这个店主人家关系很熟悉 那可能有一个村里面的人 这个大汉带着三四个人 一进来坐下了以后 这个店主人家马上从柜台底下端出 两只熟鸡 一盘筋肉 还有吗 一坛子 轻发瓮酒 这武松一看就气不大意出来了 我们刚才讲 他老子天下第一 酒不给我 肉不给我给他吃 太不像话了 恨不得他一拳就把镯子给打碎 大声地叫道 主人家你来 你这丝好欺负客人 你这么欺负我 店主人家赶紧解释 这个鸡 这个肉 不是我店里的 是他们自己带来的 他们只是借我这一个地方来吃饭 来说话而已 这解释的够清楚的了 可是武松此时此刻 哪里能够有耐心听别人解释呢 他一片深的河岛 放屁放屁 这话也很粗鲁 那店主人一看 你要知道武松此时的打扮不是以前了 是个头头 是个行者 你说你讲这么蛮贼的粗口 不复合你的身份 所以这个店主人就说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头头如此蛮厚 那武松就说了 老爷怎么蛮厚了 我又没有白吃你的 这个店主人家又说了 我可从来也没有听说一个和尚自称老爷的 我说一听 更加露虎万丈 插开五指 好啊 还好 没用拳头 一掌就过去了 把这个店主人打了一个亮枪 直撞过赖边去 一掌都打得很远 这两个人打 可是对西不是进来一条大汉带着三四个人吗 这条大汉一看 看不下去了 大路 他把这个店主人家拉起来一看 半边脸全肿了 半天在地上都趴不起来 那这个大汉就指着武松道 你这个鸟偷徒啊 你好不本分啊 偷徒的本分 那你怎么能打人呢 和尚能打人呢 对吧 你怎么就动手动脚呢 难道你不知道出家人雾气成心吗 出家的人不要随便发怒吗 我从讲了一句特别没有文化的话 我自打他干你甚事啊 你说这不是蛮不讲迪吗 我自打他干你甚事 这像好汉说的话吗 事实上我们也说 我们来看一看 简点一下 我从打过的人或者杀过的人 有几个是不干他的事的呢 还真的是没有 他打老虎是老虎要吃他了 干他的事了吧 他杀嫂子 杀西门庆 是因为这个嫂子和西门庆 把他大哥杀了 跟他有关系吧 他打蒋门神 是因为他受了施恩的好处 他杀张都见 杀张团庆 杀蒋门神 是因为这几个人陷害他 所以听了武松这样蛮不讲理的话 这个大汉也很愤怒啊 说我好意来劝你 你既然用语言来伤我 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开始打起来了 而且是武松先动手 武松先挑选别人 武松说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吗 我就来打你 那个大汉想的我就是本地人 对吧 既然是一条大汉这个人也是有武功的 他也很自信 可是没想到他又碰到武松以后 武松就像放翻一个小孩一样 就把他放翻在地 然后踏上一只脚 然后用他打虎的拳头 就专门找了一个要害的地方 一年打了二三十拳 小子太野蛮了 完全没有道理 而且打完了以后 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把这个大汉踢起来 外面是一条小河 一条小溪流水 倒是不生 一二吃生 他啪通一声把这个人扔到河里去了 冬天啊 十一月份啊 所以这个大汉带来的三四个人呢 就在此时也没有办法了 叫一声苦 不知高低啊 赶紧下到这个小溪流里面 把这个大汉扶起来 往南边走了 武松终于大获全身 回到酒店里面一看 那店主人家也已经吓跑了 主要当然还有两对鸡呢 还有一盘肉呢 还有那个那个那个 对吧 一坛子酒呢 他就说了 好了 你们都走了好 老爷吃个痛快 一会功夫 两只鸡 一盘子肉 一坛子酒 都给他吃的差不多了 吃完了以后 走了 也没说把钱留下 所以我们说武松 我刚才讲了 坐着把武松写到这个时候 就渐渐的写出武松不可爱的地方 既然武松有点不可爱 那坐着就要捉弄他一下 你一直都是强悍的 你所有的对手都是你最厉害 最终你都取胜了 好 现在坐着就安排了一个最大的对手出现了 我说喝了那么多的酒 走路都亮亮腔腔的 走不稳了 从酒店出来顺着这一条小犀牛 大概走了四五里路 旁边的土桥里面走出一条黄狗 注意这就是武松的对手 这个黄狗就看着武松叫 那这也很正常 人家走嘛 狗看到叫很正常 可是这个狗今天特别 武松走吧 黄狗跟着叫 武松停下来了 这黄狗站着叫 武松要来追他 他逃着叫 你如果再走吧 他又跟上来叫 黄狗今天还就缠定你了 武松本来就喝醉了 本来就是喜欢老师的人 又恨这个黄狗嘛 就一直缠着他叫 左手就把那把刀就拿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想一想 拿出这把刀来 大踏步的来追这条黄狗 一个大英雄扒刀像黄狗啊 这算什么好汉了 武松开始拾态了 开始拾去风度了 可能那条狗呢 今天还真有意思 就绕着这一条小溪 你来追我 我就顺着这条犀牛跑 你走了我就跟着你叫 黄狗沿着西岸叫 武松就沿着西岸去追 脸着脸着就脸近了 眼看着就靠近了黄狗了 武松看得真切 一刀砍下去 十分用力 十分发狠 可惜的是黄狗很机灵 没看着 他自己用力固猛 偷重脚轻 一下子栽到了西岸中去了 那可是十一月的水非常寒冷了 水倒是不深 烟不死他 但能冻死他 他又喝醉了 在水里面滚了半天才爬起来 爬起来以后 他那把刀在水里面 那水里又很清澈 他看到刀在水底下闪闪发光 他又伸手去捞这个刀 又没捞着 一滚又下去了 这下真的就爬不起来了 一直就在这个溪水里面滚 黄狗在哪里呢 黄狗这个时候站在岸边叫 所以我们说一个大英雄啊 却要和一个黄狗为敌啊 一个打虎的英雄 却被一条小黄狗来羞辱啊 这实际上就是坐着 借黄狗来奚落无松 你太强了 你太要强了 你太城墙了 你太霸道了 霸道到最后 你狗都嫌你 连狗都嫌你 那你会死得很惨啊 我说应该说 武松的故事到这个地方就已经接近我一身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 他的一生真有意思 以打虎开始 以打狗结束 以打虎成功开始 以打狗失败结束 所以他的一生 我用一个词来概括 叫虎头狗尾 这也是坐着给我们的一个暗示 虎头狗尾 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 你真是废书啊 叹啊 一个大英雄 最终如此狼狈 那么接下来呢 武松就上了阿龙山 投奔鲁之身 养之入虎了 后来嘛 又一起上了凉山 武松最后的结局呢 是与鲁之身林冲一样 都是在杭州的六合寺 不同的在哪里呢 武松到杭州六合寺坐和尚的时候 他已经在战场上丢掉了一条阁堡 祖臂已经被砍掉了 坐着为什么要砍掉武松的一条阁堡呢 鲁之身可不一样 鲁之身在杭州六合寺元节的时候 身上毫无伤伤 他一身行侠仗义 一身多少征战 但是身如完毕啊 一点伤神都没有 而武松偏偏在最后一战里面丢掉了一条胳膊 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什么 武松是天伤心 一身伤人无数 杀人无数 所以他该有一个报应 天也要伤一伤他 所以天伤心 既指他喜欢伤人 也是说天要伤他 人伤人 那是出于恨 是为了伤害 天伤人呢 是出于爱 是为了拯救 人伤人是为了杀 是为了毁灭人 天伤人呢 是为了生 是为了成就人 小说是这样写的 武松丢掉了一条胳膊之后 武松心如死灰 一下子心如死灰 这是什么心呢 杀心 也就是说 他那一份过分暴虐的杀心 一下子就成了死灰了 从此他大彻大悟 少了这一颗增强好胜的心 少了这一颗暴虐之心以后 他心安理得 心如止水 最终活到八十多岁 无疾而诸 所以这条隔膊丢的是有价值的 我们到这儿可以想一下 武松最终的形象是定格在断臂上 他让我们想起来断臂维拉斯 他让我们能够感悟到 瘸害就是圆满 武松这条隔膊 可是他患得了生命的最终的圆满 如果说鲁智生最终活得的是大圆满 那么武松至少也算是一个小圆满 这是武松最后的结局 谢谢大家 洋洋万千岩的水浒传 虽然没有红楼梦的那满体光红岩 一把心酸泪 但是在水浒凉山水过一贯的豪气冲天 气罐长虎的背后 却更有着众多英雄人生际遇的苦術 和命运的云南 在表面的生死豪情和杀生振天之下 千百年来的读者似乎忽略了当年作者 在水浒传自理房间中所隐藏的那种苍凉与凯汉 我们今天的讲述 就将要从这样一个充满了神秘和不大水浒的零充开始 而在这个开始的开始 水浒传第一回出场的人 却是一个波皮台位高球 一个台位如何会是波皮 一个高球又如何会成为水浒传的开卷 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爆红山副教授 与我们一同重文精品 在水浒传的自理房间中 给我们快意恩处的感受和入目三分的评说 讲述爆红山新说水浒 临终系列之波皮台位